第31题 使用吸管喝汽水是应用下列哪一种原理的作用 其实我们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不太可能是所谓的空气的浮力或液体的浮力 事实上我们用吸管喝汽水 我们用力所谓的一吸 是把吸管里面的气体吸过来 所以吸管里面的气体变少了 所以压力变小了 然后外面有大气压 一压就把那个水给压上来了 所以它基本上是大气压力的作用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第31题问我们说 使用吸管喝汽水是应用下列哪一种原理的作用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C大气压力